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東京竹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0月15號 禮拜二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麼今天就來稍微聊一下 大盤還有AI的情況 因為看到在今天有蠻多份 就是不管是外資或是本土法人 都有出具AI的相關報告 所以在今天影片就來針對這一部分 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在影片開始前 還是可以幫忙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好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大盤 那在今天的大盤的情況 其實真的是兩樣勤啦 我們可以看到像加權指數 今天是漲了316點 但是貴買指數呢 貴買指數在早盤往上衝之後 就一路的這樣往下殺 好 那我們先來看到像大盤的部分 加權指數的部分 那首先在加權指數這一塊的話 那今天就靠著很多的全值股 像是台積電 台積電ADR在昨天創高 那或看了像是鴻海 然後或廣達 或像是在日月光的部分 今天是漲了6% 那所以在這些全值股的帶動之下的話 那今天的大盤 加權指數是比較強的 但相較而來說的話 貴買指數今天真的是挺弱的 因為我們在之前 我跟大家稍微去聊到就是說 在頭上的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到底有沒有辦法過去 那這個缺口呢 它是在270.86的這個位置 那可以看到像今天早盤很強 但是遇到這個缺口就被打下來 所以今天的貴買指數 它是收多少 收270.8 它就是佔不上這個缺口 那麼我跟大家稍微聊到就是說 以貴買指數的情況 它比較偏向是一個市場的風向球 就是說市場的氣氛 就如果氣氛好的話 我們通常會看到說 貴買指數它可能會比較強 但如果氣氛不好的話 你就會發現 貴買指數真的是弱弱的 因為像貴買指數 它就比較偏向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那中小型的股票是比較多的 業內啊 主力啊 大戶 他們會去琢磨的方向 所以說他們對於一些氣氛的嗅覺會比一般人要靈敏 所以說我們在看到像貴買指數比較弱的情況之下 都認為市場的氣氛可能沒有到這麼的好 好 那我們再來去聊一下說 在今天盤面的狀況 像剛剛提到說 貴買指數比較弱 那像今天一個族群叫CPO 那CPO間的琳雅 它在中午的時候就忽然灌到點停板 那把它的同族群像是345點的聯軍 也從漲停板這樣被敲開來 那或是像是3363的上全 那或是6451的訊星KOI 就這些跟CPO相關的概念股 然後都是一起被帶下來 那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有看到一件蠻大的新聞 就在於說北韓這件事情 就是北韓它已經把南韓的路給炸掉 那所以說大家想說這個會不會開戰 好 那像我們看到像這種狀況之後 你第一件事情就要想什麼 你大盤會影響 因為像那種什麼戰爭啊 那些無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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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看一下說到底會不會對市場造成影響 那我們當然很難去判斷嘛 但你看到像這種數據事件的時候 那你就第一個看恐慌指數 就如果恐慌指數有開始出現一個很明顯的飆升的話 那這個可能就真的會出事 但你可以看到像是今天的恐慌指數 就有這個事件出來 但是恐慌指數呢 目前是沒啥動靜 就表示說什麼 市場可能認為我們的金正恩 金正恩他可能在放煙火 就不是像是可能會爆發太大規模的戰爭 就如果我們看到說恐慌指數開始往上飆 那可能真的要出事情 但目前看到恐慌指數 沒有什麼太明顯的上漲的情況來看的話 就會認為說市場對於這一件事情 可能是比較沒有這麼關注 他覺得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也可能認為說他還不自己會釀成什麼太嚴重的災害 那所以說在今天的中午的殺盤這個東西就不知道啦 反正大盤沒有殺 然後櫃買指數部分是自己就莫名其妙的往下掉這樣子 好那像在今天的族群性的部分的話 那可以看到像比如說像工具機 像6609龍澤科 那他是因為他營收公布的非常的好 所以說那股價就是連續兩根漲停板 那像是在一些低位階的 比如說像上飲 上飲的股價今天還蠻強的 那把他的公司像是4576的大飲危系統 也帶到漲停板 那另外像工具機的部分 還有像1597的值得 或是像615的喬村之類的 那只是說在這邊來看的話說 大家想那你這個機器人概念股 是不是開始怎麼樣 有機會重出江湖 但我們去看到 像以目前機器人概念股來說的話 我們大概第一個會去看什麼 像4583的台灣精銳 因為他算是最 應該算蠻純的機器人概念股 可以看到他今天的股價 反而是沒什麼動靜 就變成說我們在看族群性的時候 就會看說如果說假設 這個族群沒有領頭羊 就是業績最好的或他最蠢的 他有開始上漲 那其他的羊也有跟上的話 那就表示說他有個比較明顯的族群性 工作生活忙碌沒時間 卻又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的得到股市上最新的資訊跟重點 訂閱阿信的QuestPay文章 每天不用一杯咖啡的金額 從新手小白該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到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也是每日更新 外地密道平日也有盤後分析影片 週五還有應用時事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的報告也都歡迎跟我們助理索取喔 還等什麼趕快加入DIET 找助理拿福利吧 但我們像今天看到說 台灣金銳的股價它今天沒有什麼太大的動靜 反而是其他在漲 就會思考說這個族群性 可能就不是這麼明顯 那另外像是在設備儀器這一塊 像是今天的1560的中砂 中砂是來到漲停板 然後或者是像是6829的千副精密 股價來到漲停板 這些跟設備儀器相關的 但你可以看到像之前漲多的 比如說像是3167的大量 大量今天股價就跌了8% 就變成說像現在你可以看到說 這些設備儀器 它也沒有這麼明顯的族群效應 也就是說現在在盤面上 就不管你看到像CPU 然後或者是像是在一些工具機 然後或者是一些設備儀器 這些公司 就的確它拿得出業績 但是你會發現它的族群效應 都不是非常明顯 都可能今天漲一個 然後可能就休息 然後今天跌下來 隔天漲上去 變成說它可能就是 一天拉一個一天拉一個 就變成說這個族群效應沒有這麼明顯 那族群效應沒有這麼明顯的情況之下 那你大概記得就是說 你看到可能前一天 有跟那種大紅棒拉出來 那你隔天就不要去追了 因為如果我們假設要去追價的話 假設你要去往上追 那通常在有一個比較明顯 族群效應出現的時候 你去追價 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但如果發現說 那個族群效應沒有這麼明顯 那你再去追價 那你的勝率可能就降低 可能真的很容易出現 那種追高殺低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在最近盤面 我覺得要留意到的方向 就是大盤情況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要留意到個股的選擇上 這個是你要去注意的方向 那講完了大方向之後 那麼再來講到報告的部分 像在今天一開始有跟大家講到說 就是有不少的AI的報告 那像這一篇是廣達 那廣達他在這一篇報告裡面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 他有去拿到ZT的一些份額 那在上禮拜六的直播 那時候剛好有同學問 音樂達這間公司嗎 好那音樂達這間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講到說 音樂達他本身是做L6到主機板的部分 那到L10的這一塊 他主要交給ZT這間公司 那因為ZT這間公司 他被AMD收購走了 所以說他原本的份額 就有外傳就可以被取消 那取消是留到誰身上 留到像廣達身上 那像他這邊就有提到說 在以ZT他在明年可能會有 1萬台的NVL36 那5千台就會留向廣達 那再來有2-3千台可能都要紅海 那1-2千台留下5而已 所以說廣達他會是一個主要的贏家 那在底下他就有去提到就是說 像這邊是明年的出貨 NVL出貨的數量 那可以看到說像NV72 他主要就是像誰 紅海 紅海他是大宗 那在NV36這一塊 主要是誰 廣達 廣達是大宗 所以在明年大概會出22.5萬貴吧 然後像是紅海的話 他在NV70大概明年出8萬貴 所以大概預期 在明年大概總是出6萬貴左右 那所以說在以目前來看的話 在整個就是GP200的部分 就是今年底小量 然後明年開始大宗 的話 你可以看到整個大贏家 都還是以紅海 跟廣達為主 那像是什麼技嘉啦 或是像是那種 營業達 他們那個佔比真的就很低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 有人問說 技嘉那個營收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股價好像都不太會動 原因再來說 大家就觀察到到明年的情況 可能技嘉他在GP200 他的出貨份額是比較少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你這個明年的東西 你可能比較吃不到 變成說你的成長性 可能就會受限 那這也是為什麼 像是廣達的股價 他目前就還可以這樣子 持續的往上衝的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他在未來的份額 他之後還可以吃的到 那另外像是在 凱基的這份報告 那這份報告他有提到的幾個重點 就是像在之前有跟大家稍微提到過說 原本我們在大概八月的時候 有外傳就是台積電 他的那個COAX的產能 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說呢 那時候NVIDIA 他有出一個應該算是過渡產品 叫什麼B102 那個東西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在這一篇的報告 有跟大家講到說 他有出一個代號叫B102這個產品 好那在這一篇報告呢 其實他就有去講到說 目前這個B102可能會取消 好那他在底下這個表格他就有寫的蠻清楚 像我們現在要出的 就第四季紅海要出的那個GB200 在這個東西 那現在呢我們這樣講 他原本有NVL36跟NVL72 那目前呢36這一塊 也外傳就是說 他可能之後要開始取消了 那這個取消並不是說他不見 只是說他現在就已經怎麼樣 他已經暫停接單了 就不接新的訂單了 他主要要把量 趕到從36 趕到72這一塊 那因為72對NVDA來說他可以賺比較多嘛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做法也算是合情合理啊 那因為之前是因為COAX的產能問題 所以說沒辦法 他只好去出了過渡版本 但現在在台積電的COAXL的這個 產能是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所以說NVDA他就把36這一塊 他去做一個就是不接新的訂單 然後把量趕去到NVL72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這樣子 所以在上面這邊他其實就有去寫到一些相關的情況 就是說在NVL36部分的話 就明年的部分可能就是會開始取消 那這個取消並不是說他不見 只是說他可能變成一個新的 像在右邊這邊他就有寫到說 就是預計在明年第二季推出 像我們剛剛講到說就是有一個B102 就這個B200A啦 那這個東西他已經取消了 所以不用看了 那這個B20他這個主要是中國大陸 這個也不用看了 所以現在主要是看的是這個東西 就這個東西 好那現在他有個B300跟B300A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個B300就是GP200 這個B200的進化版 NVL72他的一個進化版 那這個B300A他又是甚麼 他就是這個NVL36的一個進化版 所以說他還是維持在氣能這一塊 然後像是B300他是維持在甚麼 隨人這一塊 那他在COAS這一塊像B300A他是用所謂的COAS-S 那到B300就是比較強大的這一塊 他是用COAS-L 所以這個是兩個比較大的差別 所以說像36這一款他並不是說不見 他只是說在接下來明年第二季的時候 他改成這個叫做B300A 就是Breakway Ultra這個東西 那原本的這個NVL72他就是變成所謂的B300 Breakway Ultra這一塊 所以說其實在NVIDIA他這樣推出之後 那大概可以去想到就是說 他就是為了就是應該說 不能說銀河各個客戶 就是說他會把他的產品做個區別 就是說你比較財力雄厚的 就像微軟 好那我財力雄厚 那我就買B300 我就買那個B300 那我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錢的 那我就開始買那種B300 就比較低屆的產品 所以他現在把他的產品做分類 就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都有他的選擇在 所以像這部分的話 就是在接下來NVIDIA 他可能會去做一些更動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底下還有去提到說 在2025年中會推出的這個Breakway Ultra 他的GPU可在採插槽設計 那這個插槽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Saki的東西 SoC KET這個 好那原本他這個提到說 就是在GPU部分 他原本就是和那個板子上 那他現在改用這個插槽 那改用這個插槽的情況 當然我們不能知道其中原因 那只是說改用這個插槽之後 那當然會有幾個可以去注意到的地方 就首先因為他原本是直接焊在板子上 那他現在改用這個插槽的話 那代表說會有一些新的供應鏈出來 那以目前來看 像是在鴻海 鴻海底下這個紅藤精密 那或是像是外傳說嘉哲 他可能也會去爭取 那這部分就在這份報告 像在之前這份報告 他就去提到說 我這份是里昂的報告 他就提到說像是鴻海 然後或是像是嘉哲 在這一部分是能夠接到訂單的 那目前呢 像是根據今天的報告 他也是有提到 就這份是GNM的報告 他也是有提到說 就目前就是鴻海 他已經開始去送樣 這個GP300插槽的部分 那這部分呢 可能他會在明年開始採用 所以說這個東西 是在我們剛剛講的 BlackWare Ultra 他有更換的地方 好那這更換的地方 當然有受惠 那也會受害 受害是誰 受害的可能就是鴻海 或他已經叫什麼 偽創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像偽創 他出那個板子 最底下那個板子的 那這個板子 他是把GPU 把它焊在上面 好那所以說呢 現在他改用這個插槽設計 代表說他原本的 SNT的打建的業務 這個東西可能就不見了 那這不見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對於偽創來說 他就會是一個比較受害的情況 所以像偽創或鴻海 他原本都做這個打建的業務 那這個業務對他來說 就會不見就變成是個受害的情況 所以在報告裡面 他就寫到說 像是在偽創跟鴻海 他就是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受到影響 那只是說因為鴻海 他本身他有所謂的機櫃的組裝 所以對鴻海來說的話 他的影響比較不明顯 那偽創的話 他的影響可能是比較大一點 那所以這個是在 在改為這個SAKIE的部分的時候 他會有受到的影響 那另外還有一個 可以關注的方向這個設計說 因為他現在改了上這個插槽設計 所以他改了這個設計之後 代表說在整個組裝廠ODM的話 他們的話語權會增加 那話語權增加什麼意思 代表說他們可以去決定說 我其他的零組件 AI零組件 我要用誰的產品 就我不一定要說要NVIDIA認證的 那我可以用我自己 就我自己認證過的 這個也可以 反正我自己認證過 NVIDIA同意 那也可以 所以說變成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就類似那種白牌廠商之類的 就原本可能他不是 原本就不是在那個NVIDIA供應鏈 結果他忽然也變了 是那種什麼AI供應鏈了 因為什麼 因為ODM這一塊 他就是認證過了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在 明年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的情況 那只是因為這個東西 目前都還是在傳嘛 那也還沒有說一個 很肯定的情況 所以如果假設 按照這個流程 繼續下來發展的話 可能在明年會看到說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原本沒有打入了 那後來他改用設計之後 他開始新打入了 所以這個是在接下來 AI的狀況會去觀察到的 就是說你原本他可能就出貨 好那可能在接下來 大家可能就會說你已經有出貨了 那這個東西可能沒什麼新鮮的 那個他如果原本沒有出貨的 那接下來他開始出貨到AI伺服器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去給市場 開始有些 你說給股價有一些刺激的感覺 所以說其實在像今天有看到 上元大他也有出了一篇 是關於像英業達跟著嘉碧琪的報告 那嘉碧琪他在之前 那他有去做一個 就是所謂的就是 閉門法說會 那閉門法說會他有提到說 他在明年可能會 接下來不是明年 在接下來他可能也會有篩銀一些 關於水冷的一些設計 那關於這些方案的話 其實目前都還在外傳 所以說其實在接下來我覺得說 在整個AI部分的話 就至少我們知道說 在INVR整個流程都還是非常 就是明顯的情況之下 還在明顯的發展情況之下 那有一些相關的一些AI領主件 還是值得我們為了去留意的 好以上就是這些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су 咦 咦 咪 咪